前几期视频呢我不是出门都捡到不少的烤包吗 那今天呢咱们依旧出门去看看 看看能不能还是运气那么好我捡到烤包吧 这啥东西啊 好像是两个变形玩具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没捡到烤包捡到玩具 也是不错的嘛 捡啥捡捡啥捡呀 这是我昨天排了很久的队去买的 钢铁飞龙4时空战绩的变形玩具呀 你们想想 那么大两盒玩具谁会扔掉嘛 对不对 那有多少小伴看过钢铁飞龙的 这部动画片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评论了 那咱们现在就把这两盒钢铁飞龙的变形玩具 拿回家去拆掉吧 走走走 现在我和大家呢 我不仅买到了两个大的钢铁飞龙变形玩具 我还买了两个小的 一个是迷你酷变烈焰人王 是迷你版 然后呢还有这个 相当于是缩小版吧 烈焰人王 那咱们现在先把这个大的给它拆掉吧 这个钢铁飞龙的变形玩具呢 是有两种形态 它是可以在武器形态和机甲形态中切换的 咱们现在就打开吧 拿出来 首先呢这里面附责了一张产品介绍 以及一张机甲变形说明书呀 我对吧 智商那么高的 根本用不到 咱们直接把这个玩具先给它搞出来吧 不得不说这个做工是真的没话说呀 先给你们听个响声 你们看 这关节是多么的丝滑 这个手臂 然后呢这里呢还配备了一个它的武器 轩轩轩轩nelабат 这个技巧的名字呢叫烈焰人王 它的技巧形态呢则是 烈焰轩轩轩轩 那给你们看个变形动画 我们把它变个形吧 钢铁被动 无装 变身 轩轩剑 任王 略变 对啊 你们看 我的这一把轩剑也变形完成了 就问你们炫不炫酷吧 把这把剑拿去街上 我就是这条街最亮的仔呀 真不错 对了 刚刚我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是这个 把它弄出来 哇 这一枚居然是钢铁飞龙十十年的纪念币 可以可以 不错不错 那接下来咱们猜另外一个吧 疾风日王 疾风怪日枪 猜猜 哇 这个机杂也是蛮帅的 一样的 也是有武器形态和技杂形态 这个的武器形态呢 是疾风怪日枪 那我呢 也给你们找到了正版的变形态 一起来看看吧 我的也变形好了 有没有感觉很帅呢 那这个里面呢 也是有一枚钢铁飞龙十十年的纪念币 然后呢 接着咱们来拆迷你版吧 我刚刚看到了这个里面好像有烤包哎 拆烤包 我在行呀 咱们把它打开 送出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拆这个烤包了 那咱们先把这包烤包拆了吧 看一下能拆出什么卡片呢 SR SSR 诶 中了一张SSR的 对 烈焰散雷刃王 我们依旧把里面这个烈焰刃王拿出来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这个钢铁飞龙的口号吗 钢铁飞龙武装变身 一样的话 这个迷你版呢 也是可能变成武器形态的 接着我记得还有一个的 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啦 迷你酷变 打开吧 拿出来 哦 真的是又抠萌又带了一点霸气啊 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玩的 转动身体变脸 来 我们来试一下 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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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还真的是 哇塞 相当于一个百变小侧人啊 然后呢 它这些关节居然还是可以动的 可以可以 疯狂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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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伙伴们 钢铁飞龙里面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评论哦 那今天呢 我这两款 一款烈焰人王 一款疾风人王 我感觉我小子他们应该蛮喜欢的吧 那我们就等周六周天 把它送给我小子吧 钢铁飞龙十周年 一起来玩德心钢铁飞龙玩具吧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给我点播关注再交赞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